为维护民众食用生鲜蔬果之安全 台北市卫生局定期至市场、蔬果零售业者、超市、卖场、餐饮店等处 抽验生鲜蔬果检验残留农药 112年5月共计抽验53件蔬果产品 检验结果12件产品不符规定 其中辣椒3件、酒黄、九层塔、茄子各2件 及香菜、水蜜桃、丝瓜各1件 分别检出1到2项残留农药超标 而除了丝瓜之外均为高风险产品 在卫生局的一个抽验立场来讲的话 在有限的抽验资源之下 我们是以高风险的一个农产品来进行抽验的对象 所以这一次12件不合格只有丝瓜不是高风险 那其他的品项都是属于当季的高风险的一个产品 那在农药抽验不合格其实是违反我们3法第15条的规定 1同款第4资料可以出现台币6万到2亿元的一个罚款 那当然针对这一次抽验不合格里面 还是有业者没有办法交代来源 导致于我们没有办法溯源到农端进行农端的一个辅导 所以这个1、2、3法第4、7条土端 第3万到300万的罚款 那什么叫高风险的一个产品 其实我们53件农产品里面有40件是高风险的 我们在抽验配比上这件是高风险的3件是我们一般的产品 那高风险的话其实就是透过全国第一年来 行政院农委会跟卫福福食要署 他们去看所有的不合格的农产品 在这个季节其实不合格的比率相对比较高的 我们就真的对它进行抽减 那这个地方是找出不合格的产品 让它可以追缩到农端的一个辅导 那如果是来自于我们台北市的果菜公司的话 我们大概是要求果菜公司 这边除了提供来源业者以外 他还要依据他的要点进行相关的违规裁处 包括第一次违规他是可以重演 第二次的话就是在农农一个月 第三次这个供应人就可以 就不允许那个供应商品的影响 那当然相关的一个违规 我们都会回馈到农端 让他进行农端的一个监测 才可以确保后续再上市的农产品 是符合我们相关的各种 那当然其实台北市是一个消费型的城市 所以大部分种植都不在台北 但是因为要帮助我们卫生单位 进行后续的追查 我们还是要再次的呼吁 我们的贩售业者 一定要保留相关的单据 其实依据实案法 我们单据是要保留五年的 违规产品包含知名餐厅业者 使用的辣椒和九层塔 而针对不符规定产品 卫生局隐命抽验地点下架不得贩售 经追查产品来源属外线试者 也以请所下卫生局进行采取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